用你的案例跟用主要的人的案例 來做一些Q&A 發生了什麼問題又怎麼回復 其實 是某種程度來看 如果不能每一位都 親身親自回復的話 讓政府來做一個 SOP 會不會是一個 以你的經驗來看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邊直播 好多人都在 收看 是不是說 未必可以 未來我們來做一個Q&A之類的 然後讓民眾如果確診了 他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就在這個Q&A裡面 不斷的來回答他們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確診者 會慌 他要找人問 問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你找不到一個 相對的窗口 或是人 你有提供一些問題的回答 他會比較安心 像 發生事實 找不到了 只能自己上網 亂七八糟 就是會想 你越想 假設你身體要是不舒服的人 會更慌 是 今天跟一些確診朋友的直播過程中 我們都有發現說 通通都有一個情況 就是 他們確診了 然後他們打電話給衛生局 那衛生局來不及接他們的電話 可是 每一個確診者 我相信他們的問題 全部都是 大同小異 因為確診者一定 就是要了解一些情況 那 我覺得 我們辦公室會努力 跟幾個確診者 大家一起 討論出來 把主要的幾個Q&A 能夠 把它列出來 讓大家了解 因為政府現在 如果資源有限 沒有辦法照顧 第一線照顧到 每個民眾 那你最起碼要散播 民眾要如何自主照顧 自己照顧 自己這樣子的 一個知識 出來 所以這個Q&A 我們未來 我覺得今天 在直播完以後 我們也收到 我們的領受 也是這樣 就是說 要可以 好好的 就是 去思考 如何透過 知識的傳播 來幫助 因為 現在確診的朋友 越來越多 我們基隆 現在每一天 大概是千分之一 到千分之1.5 然後不斷往上升 那不是一個月下來 就有三四%的人口 就要染疫了 然後 再加上 未來可能 放大的一個數字 所以 不要說是任何人 包括 小害爸爸自己 跟我碰到我在想我女兒小愛 我自己都非常的擔心 所以我想 現在全市 大家都是一個 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還是要 想 出不同的方法 來關懷大家 小害爸爸謝國良直播 與民眾 透過互動 除了撫慰 確診民眾的心情 也了解 確診民眾的 實際需求 他認為 有些可以做的 就先做 未來該做的 也應該要先籌劃 就是 我可以跟你說 現在基隆很多民眾 真的是陷入了 慌亂跟不安當中 連我 都可以感受到那種 不安的氣氛 因為我自己也是個 小朋友的爸爸 我最近真的很緊張 那你可以更想像 這些染疫者 現在在家裡 跟他的家中的 家人一起相處 那樣子的一個心境 所以我覺得 現在政府都很努力在做 我們都也 肯定他們 但是 有 我覺得 更積極 能夠來給他們安慰的 一個方法 我覺得還是要來採用 尤其是我一直提到了 美國的研究 有顯示 所謂染疫之後 有可能會發生的 長期後遺症 是一個我們不能不顧慮到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提出了 就是說 未來 我進了市府以後 假如我進了市府以後 我一定 會來發放 這個染疫的慰問金 那這個染疫慰問金呢 我們第一波先以勞動人口 所謂勞動人口 就18歲以上 有在工作的 不管你是公保 你是勞保 你是自由業 不限任何行業 假如你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你有在 就業賺錢 那我們就每人 發放 1萬塊 這當作我們 第一波 的目標 那假如 真的有不幸 發生了家人有 死亡的情況 那真的是 非常的難過 像昨天 這幾天 就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難過 因為 就醫的延誤 那這個部分 我們 最起碼 最起碼會補貼 30萬 那政府 會編列20萬 10萬 會由政府 負責跟民間 來籌作 也不能每一毛錢 都是花 政府的錢 所以 這個是 我們現在 就是覺得說 雖然現在 疫情 真的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 我覺得政府 能做的 還是要給民眾 一個安慰 一個 稍微一個 比較平安的 一個感覺 記者黃俊生 基雄報導 中文字幕——YK